第52届金钟奖,2017年第52届电视金钟奖,9月30日晚在台北举办,中国台湾主持人,歌手罗志祥入行24年,首度获得金钟肯定,与搭档坎月娱,娱乐百分百,拿下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10月1日凌晨,罗志祥在微博发长文,表达自己的获奖感受,入行这么多年了终于获得了这个无比重要的奖项,罗志祥大概已经激动得无法入眠了。 7年前的这一天,我也是站在这里内心抬特,期待着,可以拿到这个在我心里无比重要的奖项但那一天却成为了我最大的遗憾。 7年后的今天,我依旧站在这里,老实讲没有了之前,对自己那么大的期望,因为我怕我再一次错失,怕像7年前那样难过失望。 但是我拿到了金钟奖,7年前我与你失之交臂7年后的,我终于把你抱回了家,完成了我这7年未完成的心愿,当念到我名字的那一刻,我的脑海一片空白,我有太多的话,想想却全部忘记,因为我等这一刻等了太久,我想要感谢的人太多。 我感谢余百这么多年来对我的不离不弃,谢谢你们,一直都还愿意用我这个老面孔,感谢所有在幕后打拼。 为了做出好节目辛苦付出的工作人员,也要感谢我们所有的主持群们,更要恭喜凯勇你真的很棒。 但我真的最要感谢的是,你们这些看到我得奖哭得比我还夸张的歌迷朋友,这些一直一直不论我发生什么大起大落都陪伴,在我身边不曾对我放弃的爱我的人,我罗志祥没有让你们失望。 今天,我终于做到了更多原创视频,请关注快乐网讯投票号,或者去快乐网讯官网了解。